谈恋爱的时候当然就是小鹿 小鹿论状 二月十三号开始运动之后呢 就已经创下非常好的交友团队 同时呢已经释出了所有MV加起来 这张专辑呢整个制作的过程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缓解释怀的一个过程 前公司的事情会不会让你压力很大 我觉得呢其实虽然说也是其中一个大的压力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年来呢 除了前公司的事有压力之外 也有很多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压力 就是比方说这张专辑要去自己除了词曲唱之外 还要去负责那个音乐的制作啊 然后计划整个概念啊视觉啊 就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以前我可能都没有太大的信心 就不觉得自己能完成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其实常常都会觉得好像 哎呀我要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种压力呢 其实当你就是它压着你必须去垮过一些困难之后 我觉得垮过了之后获得的那个动力 还有那个满足感 是以前也没有过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bittersweet的一个阶段 就是又有压力 可是又有很大的一个成功感满足感 那哪个环节让你最崩溃有吗 在这整个新的场景 我现在最崩溃的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只有一双手 然后觉得只有每天只有24小时 可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面对要去完成 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吃力的一点 所以你要念大声是大叫吗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会大叫 真的吗 我身边的人 常常都听到我突然在酒店中 啊啊啊啊 对 现在专辑也发了 有没有打算明年演唱会的部分 这个呢 通常一般歌手发完专辑之后 第二件事情要讲的就是演唱会 所以现在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部分 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除了有新专辑之外 儘快可以有現場的表演演唱會啊 這樣子去回饋我的歌迷 可是呢 我覺得這個需要重常記憶一下 這一次那個專輯啊 就是有讓你有些壓力啊 那男友你給你聽聽聽聽 有沒有一首是他的歌啊 什麼動物啊 我在專輯裡面 也的確有寫我自己的感情經歷 就是 對對對 太好了 哪一首啊 今天不會播 大家需要27號的時候去 那是什麼動物 什麼動物 什麼動物啊 談戀愛的時候當然就是 小鹿 小鹿論壯 放哪裡啊 放哪裡啊 對對對 OK 謝謝 恭喜恭喜